藏去哪里 嗯 他要藏起来 恨死妈妈了 现在是 我乐呢小时候来我们家的时候呢 就有一点耳瞒 特别是潮湿的时候 好像比较容易复发 嗯 现在我乐长到三岁呢 复发过两次 来你抱着妈妈的腿 嗯 抱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边耳朵就能看到 我明显能看到比较脏 通常呢我看到有这样的苗头呢 我就会给他上一个周期的药 这个是洗耳水 这个是棉球 这个是尔夫菱 就是治疗耳暖的一种外用药 然后这个是一个长管 硅胶的很软 就是用它来把药液注入到耳朵里面去 有些人喜欢用棉签来给猫清洗耳朵或者掏耳朵 但是我是不提倡这样做的 因为猫的耳朵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 我们的手没有分寸 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直视 这样的情况下呢 很容易把他的耳朵掏上耳朵掏破 容易去损毁了他的耳朵 好我们先把洗耳水灌到他一侧的耳朵 挤了几下以后耳朵里面已经满了 这个时候呢 给他在耳根轻轻的按揉一分钟 让耳朵里的那些脏东西能够溶解 不能就是让他的姿势太扭曲 要不他也会觉得很惊恐 就是尽量让他保持一个自然的姿态 这样他就不会太慌了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人的话 你还可以用毛巾大法把它包裹起来 这样他就没有办法来反抗你 在他甩出来之前呢 赶紧的固定他 然后给他按摩 按摩他还是很享受的 因为猫咪的耳朵下巴都是他们的敏感部位 那大家可以看到 来给大家看一下嘛 这个小气鬼 刚才很脏的耳朵 通过洗耳水 这样洗了以后你看我的没有擦 他就已经变得很干净了 就是他自己已经把那个脏东西 随着那个洗耳水一起甩出来了 所以说其实你不用掏 用洗耳水他清洁的更彻底 那现在呢我就准备用棉球 这个棉球是一用棉球是干净的 然后来清理一下他的外耳道 就是我们看到耳朵的这一个部分 然后把那些残留的药液洗耳液 把它擦干 待会就可以放药了 真鬼 真鬼 哇好干净了 嗯 小嫩是非常生气了 这边妈妈来清理干净快点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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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 嗯嗯嗯嗯 别提我别提我 啊 哎 看看看看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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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我了 哎呀好乖 嗯好乖好乖好乖 嗯好乖来呀 再也红不好了感觉是 我们看看 啊 我们看一下 里面是干净了 但是这个外耳道也是很复杂的 里面有很多那些皱褶的地方 嗯脏东西就容易藏在这里 所以呢就是用棉球 把这个我们眼睛可见的 这些脏东西清理一下就好了 正常的猫咪 我并不建议大家经常给它洗耳朵 因为呃 妈咪的耳道 它的分泌物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作用 如果我们经常给它洗耳朵呢 把这些呃 保护耳道的油脂洗掉了以后呢 反而会容易引起呃 耳朵的发炎 气鼓鼓 先给好吃的 好吧 先给好吃的再放药 那那 来啦 妈妈说话说说的 喂 来呀 嗯 来呀 真乖 吃到这个就不要生气了 待会放药药啊 好啦 吃一半就好了 我们现在来放药药 放完了以后再吃另一半啊 喂别躲呀别躲呀 要躲到那个下面去 你躲不进去了 你这么胖 是不是啊 嗯 通常呢洗耳水呢都比较温和 所以猫咪或者狗狗 就算它去舔 也不是很大的关系 只要不一瓶喝下去 基本上都不会出什么问题 但是呢这个 药呢就是有毒性的 它不能让猫咪舔湿到 所以说我们在放药的时候呢 一定不能多 我自己呢是有一点分数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太有分数的话呢 嗯 不知道量的话呢 最好是带它到医院去放药 不要自己在家放 现在呢我就把这个 长管 怼到这个短管上去 通常我的经验是呢 在后面这里 我们先把药挤到这个管子里面来 看到吗 那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呢 我把它怼进去以后 我就轻轻的按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一颗黄豆的量 来了 妈妈给放药 来了 对啦 来呀 放完药药就可以 又吃另一半挑挑 好吧 好乖呢 哎 好点的 嗯好点的 好点的 不锁不锁 不是把蒸蒸 哎哎哎 还要爬进去 把蒸蒸都不哭了 对吧 好勇敢的小孩 现在怎么反而不以为 那你帮妈妈腿退 那那那 你帮妈妈腿退 那帮腿 嗯对了 帮腿退 好了你帮着妈妈的腿退 让它一个自然放松的姿势才可以 那这个耳垂的量是非常的少的 所以说只要你快转很 基本上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管子前面是软的 当你的这个弯管 就是前面的这个硅胶管 稍微有一点点阻力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就不要再往里收了 就表明是已经到了 嗯 比较深步的地方 千万不要使劲啊 遇到阻力的时候 千万不要使劲 放松放松 好了 现在呢就是给它按摩 是不是比那个放那个洗耳水要简单一些啊 不能甩 不能甩 这时候一定不能让它甩 然后按摩完以后一定要检查一下 万人道有没有药液生出来 如果有的话就要给它擦干净 否则呢很容易 嗯 让它务实中毒 哎妈妈看妈妈看 嗯好好好没有没有没有 换一边 别躲别躲 它要去藏起来 还有一边还有一边 马上就好了 就得 那 乐乐最乖了啊 乐乐最乖了 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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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泡 你抱着妈妈的腿腿 嗯 抱着按 嗯 真鬼 来 好了 那么 我拍这个视频的困难度可以说是10颗星 又要拍 又要固定它 又要放药 哎哎哎 好了好了 你妈妈看一下 不直观的话就看不到呀 对不对 你不能一直泡一直泡 好吧 最乖了我了 嗯干净了 干净了 干净了 妈妈看到了干净了 这边预防 也擦一下了 万一的话 反正那个药在外耳库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所以说它如果冒出来的话擦掉并不会浪费 像它刚才甩出来洗耳水的这些环境 我们都要很认真的去清理 因为呢 耳暖是一种寄生虫会传染 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门关起来了 不让其他的猫狗进来 所以其实得了耳暖啊 猫血啊 这些都是猫咪的常见 并不需要太担心 如果你自己没有把握去给它清理和治疗的话呢 我建议您送到医院里面去让医生来操作 特别是耳朵 当你不了解耳朵的构造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轻易的用棉签去掏 那样的话极有可能把它掏伤 认为了给它带来痛苦 挑挑要不要 哦 还是要的 嗯 还好 还能哄 母子感情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那么在给小猫咪上完药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清理双手才可以给它喂吃的 因为刚才我有说过那个药是一个毒性的 如果我们不洗手的话 猫咪经过我们的手误使了以后呢 也是会出现中毒的情况 还是要很当心 好了 我要搞卫生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好了 看学在门口等你 花笼滚 狗人累生了 可以出去了 狗人累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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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去跟牛牛高抓 猫咪 哥哥没有吃好吃的 哥哥是在上药 你要注意点啊 狗狗也会得耳蠻哦